嗨 大家好 我是啾啾 最近有人脸色黄黄的 结果他以为是肝脏的问题 检查后才发现是胰脏癌 其实有不少名人都死于胰脏癌 像是科技巨人Steve Jobs 还有美国免疫学专家和细胞生物学家 他同时也是诺贝尔奖得主 拉尔夫 马文 斯坦曼 以致产生了一种说法就说 胰脏癌偏爱名人 那美国癌症协会依靠SHARE 也就是SEER资料库追踪了 美国胰脏癌的五年相对存活率 局部胰脏癌也就是 没有细胞扩展到胰脏以外的 五年存活率为44% 区域性胰脏癌 也就是从胰脏癌扩散到附近的结构 或者是淋巴结 五年的存活率是16% 如果说癌症已经扩散到 全身的远端部位 像是肺 肝脏或骨骼 那么五年存活率只有3% 所以说胰脏癌又被称为是癌亡 胰脏癌在扩散到胰脏以外之前 很少引起症状 但是往往一经检查呢 就是晚期了 那所以呢了解胰脏癌 还有及早发现是特别特别的重要 我们今天邀请到德州大学 安德森癌症中心博士金童医生 金童医生他有多年的临床经验 为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尽早发现 癌脏癌有哪些指标呢 胆管从这肝上小胆管 汇合成大胆管之后呢 它要经过这个胆囊 那胆管呢 出口端是在那个十二指肠 有一个地方叫胡府的地方 通过这个胡府出口的之前呢 它实际上有一段是要经过这一线 它要走过这个一线 在一线里中穿出来 这些路径任何地方堵塞呢 那都可以造成这个黄胆 那这个什么才能造成堵塞呢 那我们经常看到的 这个堵塞呢 就是说有胆结石 但这石头呢 它在胆囊里呢 带着那个胆囊是一个带的似的 你在里边逛逛当当的 它也堵不着什么东西 但这石头从这胆囊里跑出来的时候呢 它会有时候会跑到胆管 那那胆管很小 那卡在胆管里呢 就会造成这个胆汁就不畅 但它会回流到血液 那就会形成黄胆 一般病人伴有这个肚子痛 它会有不舒服 肚子痛 有些病人还有发烧的现象 另一个比较常见的 这个黄胆之后 这病人他一点也不觉得疼 这个就更担心 这个就担心 是不是胆管哪个地方长肿瘤了 那一般比较常见的那个肿瘤 不过一定是在这个胆管头那 一般都是在那个胰腺那 那就胰腺肿瘤 它压迫胆管 造成的这个胆管阻塞 它不是长在这个胆管里边 它是长在胆管外边之后 它是因为这流的体积大 它把这个胆管给挤瘪了 挤瘪之后 这个胆汁流的不畅呢 就会造成这个黄胆 这个病人呢 有时候黄胆呢 很严重 你看那眼珠子都黄了 它小便呢 也跟那个浓茶的颜色似的 然后呢 这个病人也会有这个身体皮肤搔痒的情况 头预部我们常做的对这些病人怎么处理呢 但要做这个特殊的镜叫ERCP 病人感觉跟做胃镜差不多 但实际上要比胃镜复杂多了 也是一个把管子从这个嘴巴里进去之后 找到胆管的出口 找到出口之后呢 顺着这胆管去放一个支架 放一支架把这个胆管给撑开 这样它那个胆汁就可以流出来了 这样那个病人的脸色也好转 它也不是那么黄 那小便颜色也变成清亮 皮肤的搔痒也会减轻 那这个等于把这个黄胆给这个清除掉了 但是呢 实际上这个做呢 并不能解除这个肿瘤的问题 那要证实肿瘤呢 要还要做这个超声波 这样看到那个胰腺上面那个肿瘤呢 去把那个细胞给取出来 去化验才能检查出 这是是不是胰腺癌 下一步呢 它可以继续治疗 做手术啊 或者是做这个化疗啊 这都是有有凭据 有有一定的基础 这样才能一步一步往前走 所以这个黄胆出来之后 一定要小心 是不是有胰腺癌的问题 是金生您这个判断指标很关键 可以让民众提早发现 想请教您在临床上 有没有类似的案例 像胃镜啊 什么这些常规的检查 那个胰腺癌的胆拐癌 这些实际上是看不见的 但是呢 我这个诊所发生过 看到有以前有些病人来这做这个肠镜 胃镜的这些常规检查 但是过程中呢 我们看到那病人发黄 有时眼珠子再仔细看也是发黄 那我们就是决定要进一步其他的看什么其他去检查 我以前也见过两例病人 两个病人检查出做胃镜的时候 看见他那个虎腐那地方 就是那个胆管 一线管接口的出口的那个地方呢 他有些膨胀 有些肿大 那当时呢 我就怀疑这病人是不是有些问题 那有一个病人 我记得那时候才40多岁 我们其他人检查出他是那个虎腐那个地方 这也是一线癌的一种啊 但是他正好长在那个一线和那个胆管交界的那个出口那 当时做活检的一下就是确实是阳性 那当时就是接着就马上给他安排去做那个手术 做的术式跟那个一线癌的术式差不多 但是稍微小点 那现在病人 七八年应该有了 那病人还还很好 因为发现的比较早 对有时要细心 要小心 因为一线呢 他在十二指肠外边 他有时候长肿瘤之后 他会他会压迫那个十二指肠 有时十二指肠会稍微狭窄 会觉得外边有个肿块 有时候会会有感觉 像这种病人 如果你怀疑之后呢 要进一步做其他的检查的 那要去证实 是你这种检查的这种检查的